近日,48岁的刀狼罕见露面了,从他的歌声中,我们还能感觉到刀狼对音乐的热爱,那么当年,刀狼为什么会在失业的巅峰期选择隐退呢? 2004年,刀狼凭借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,风靡了大街小巷,随后,情人,冲动的惩罚,等歌曲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。 刀狼的音乐作品,非常接地气,当然也有人不喜欢刀狼的歌,比如说,纳英,他曾公开吐槽,纳英的歌,只有农民工才会听纳英的一番话,不仅得罪了刀狼,也得罪了一批观众,王思聪曾公开喊话,纳英当时的舆论给了纳英很大的影响,但是刀狼本人却一句话都没有回应,纳英有过两段婚姻,他的第一任妻子杨娜是一位舞蹈演员,两人结婚的时候, 杨娜已经有过一段婚姻了,不过刀狼并不在意,婚后刀狼非常宠爱妻子,两人生下一个女儿,由于当时刀狼还没有任何名气,因此,两人的生活非常艰苦,长此以往,妻子不愿意再过这样的生活,便悄悄地离开了他,妻子的离开这刀狼带来了沉重的打击,让他一度抑制消沉,可是嗷嗷在捕的女儿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,他不得不过上又当爹又当妈的日子, 在这种情况下,刀狼写下了《冲动的惩罚》这首歌,后来刀狼在偶然的机会下,遇到了现在的妻子朱梅,比起刀狼的家徒四壁,朱梅可是富足家的孩子,但他并没有嫌弃刀狼,反而帮他照顾孩子,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,越发觉得合适,朱梅最终不顾家人的反对,嫁给了刀狼这个二婚的穷小子, 由于平时的工作太过于忙碌,刀狼陪伴妻子女儿的时间特别少,为了弥补他们,刀狼毫不犹豫地退出了娱乐圈,将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妻子和女儿,现在依然有很多歌迷,希望刀狼能够付出,大家期待吗? 有喜欢明星成长故事的点一下关注,下期更精彩